据国内媒体报道 9月25日 在中国涉嫌间谍罪的 加拿大公民斯帕弗和康明凯 已去保候审返回加拿大 当天 加拿大情报机构发文 欢迎他们回家 这操作愣是把很多推特网民看笑了 有加拿大人惊呼 难道我们都不隐瞒了吗 在2021年3月22日 经中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查明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 于2017年至2018年以伪造商人身份 虚构经商室友的方式 进入中国境内 搜集了大量非公开的 社中国国家安全等信息 并据此撰写分析报告 经依法鉴定 康明凯搜集的信息中 包括数份机密及国家秘密和情报 8月11日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认定斯帕弗范围境外刺探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驱逐出境 9月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 从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看 康麦二人犯罪铁证如山 中国司法机关 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 依法处理相关案件 在此过程中 二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有关部门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照 目前 这两名加拿大人 是因疾病被批准取保候审 且案件终止审理 经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 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2021年9月25日 分别对两名被告人 依法做出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 和终止审理案件的裁定 有安全机关执行取保候审 报道称 案件审理期间 两名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亲笔书写认罪毁罪材料 中国有关部门介绍 取保候审期间 两人应当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的取保候审决定 如有违反 中国可以在取保候审期限内的任何时候 依法恢复对其涉嫌犯罪行为进行审理 可笑的是 加拿大政府长期坚称斯帕弗和康明凯并非间谍 然而带两人返回之后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5日于官方推特上发文称 欢迎回家 两位迈克尔 虽然内容很短 但是因为发文账号的特殊性 推特网民瞬间炸开锅 纷纷惊呼暴露了 截止目前 该条推文已累计近9000赞 与该账号平时互动寥寥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一名自称硬义的加拿大人表示 所以加拿大情报机构 欢迎两个被中国指控涉嫌间谍罪的迈克尔回家 我们甚至都不隐瞒这些事了吗 花了一分钟搜索一下CSIS是啥 看来这两个迈克尔是真的间谍 笑死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隶属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 成立于1984年 总部位于沃泰华 主要职能是搜集分析汇报 散播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情报 并且可以在国内或国外实施 公开或非公开的行动